街頭擠滿人 嘴還冒出陣陣的烟 伊朗守護德黑蘭 民意不斷 寧願甚至蔓延到伊朗其他數十座城市 主因就是這個畫面 安全部隊全副武裝攻擊示威民眾 反頭巾抗爭燒進校園 伊朗總統萊西上週六前往薩拉大學演講 卻直接被大批女學生洗臉 威控制局是伊朗政府闖入校園逮捕學生 富德斯坦省教育機構全面關閉 不過敏感時機居然連自家國營電視台也不給力 艾米尼之死是引爆反政府浪潮的主因 駭客入侵伊朗電視台 讓他的頭像在晚間黃金新聞時段曝光 駭客甚至留言 伊朗政府雙手沾滿鮮血 更號召群眾起義 有很重的方法 被防守軍隊 我們繼續看那些示範 那些抗爭執行動 在國家上 兩人被殺了 一群人權利益 後被防守軍隊開火 有人權組織透露 震爆警察對民眾實彈攻擊 不過伊朗政府否認 反倒指控是美國人的陰謀 除了美國政府力挺伊朗民眾 巴黎也可以看到 戴白色面具的群眾高舉標語 為伊朗女性發聲 大家期待國際聲援能幫助改變伊朗女權 TVBS新聞中不倒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開啟大視